妈咪说 知识就是力量 大家好 我是妈咪叔 之前有同学问我能不能系统的聊一聊虚数啊 那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首先咱们简单的先从数的发展来聊一聊 这块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 所以前边咱们就加快节奏 数的起源绝对是必然 就是源于生活 那你说很早之前人们没有数的概念的时候 它怎么表示123呢? 我估计比方说属羊 一只羊就是羊 两只羊就是羊羊 因为不知道二是啥啊 然后羊加上羊羊就等于羊羊羊 就只能这么叫呗 后来就发明了摆石头的技术法 就是用石头来替换羊 后来干脆石头也不用了 就直接画这个刻痕 一个刻痕就代表一只羊 两个刻痕就代表两只 所以你看最早的时候树和生活是离不开的 树就是用来表示自然当中的事物的个数 所以最早的时候树就叫做自然树啊 然后每个地方的写法都不一样 有罗马树 有阿拉伯树 咱们现在用的就是从阿拉伯这边流传下来的树呗 那0算不算自然树呢?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有人在争论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现在的教材当中规定0是自然树 就代表没有也是自然的一种状态呗 实际上在2000年之前教材中的0还不算自然树 在数论中0也不算自然树 不管了 为啥发明树呢? 因为方便啊 你想啊 要不然你和别人说100是羊 你就得连续说100次羊 累死了 我现在用一个数100直接表示100是羊 这多方便啊 提到方便人类还真是聪明 理论上就算是你有了数字 你想表示100也要有100个不一样的数字吧 不用 我就用10个不一样的数字就可以表示100 就是0到9 然后依次给它循环排列 逢十进一 这不就是进质嘛 进质就是人为规定 你喜欢就好 用6进制7进制都可以 自然树有了很快就诞生了四则运算 就是加减乘除 不过也出现了一堆问题 比如1加2等于3 1-2等于啥呢? 于是就有了负数 1乘以2等于2 1除以2等于啥呢? 于是又有了分数 其实到这里 数的概念就已经和生活逐渐的剥离了 就是单纯的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了 比如说5没必要非得有啥意义了 不一定非得代表5之羊 也就是数学已经变成一种工具了 既然是工具我就可以建立在逻辑的基础上去扩充它 去完善它呀 那你看从最开始的自然数就是0、1、2、3 这些自然数我们用n来表示 那之后又发现了负数 像-1、-2 那我们把这个合集就叫做整数 用z来表示 后来又发现了分数 1分2、0.33333 数又被扩充了 那这个大合集就叫做有理数 我们用q来表示 就是有道理的 至此人们一度认为数这个工具已经很完善了 就比如说我现在画这么一条线 整数就是上面的这些点 点中间的就是分数 你看应该这条线就连续了 古希腊时期的毕达格拉斯学派他们就信奉数即万物 就是宇宙当中的所有所有的事物 你都可以通过整数或者是整数之笔来表示 直到有这么一天 毕达格拉斯学派有一个人叫做西帕索斯 他就发现边长为1的正方形 它的对角线就不能用整数或者整数之笔来表示 我们现在知道边长为1的正方形对角线是√2嘛 不过那个时候人们不知道啊 于是希帕索斯就被他的同伴推进海里去喂鲨鱼了 这也就是第一次数学危机嘛 就是√2到底是个啥呀? 后来人们才明白了 有理数的这条线不是连续的 上面还能够插上去很多个数 就比如说√2√3π1啊 这些数在当时人们看来都是毫无道理的 所以给起了个名就叫做无理数 而且这个无理数要比有理数多了去了 至此这个有理数又被人们扩充了 把有理数加上无理数 这个大合集就叫做实数 我们用R来表示 那你说R的这条实线是不是连续的呢? 是连续的 而且一定得是连续的 因为如果实数要是不连续 这个微积分就没法用了 现在的数学体系也会受到威胁 讲到这儿咱们终于可以接着聊虚数了 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虚数到底有啥意义呢? 我为啥前面要说那么一大堆 目的就只有一个 就是数没必要非得有意义 你要非说 你说十我就见过呀 人就有十根手指啊 那请问π谁见过呀? e谁见过呢? 所以虚数也是一样的 人们创造虚数就是为了让数学的逻辑更加完善 那什么叫做逻辑更加完善呢? 那咱们就从一元二次方程说起 一元二次方程的一般式是ax方加上bx加上c等于0 其中这个a不等于0 对吧? 初中你就学过 它有两个结 x1 x2分别等于2a分之-b加-根号下b方-4ac 其中这个b方-4ac叫做Δ 它叫做判别式对吧 也就是说当这个Δ大于0的时候 这个方程有两个不同的根 当Δ等于0的时候 这个方程有两个相同的根 那当Δ小于0的时候呢? 这个方程不对此题无解 这就是初中的解法嘛 因为在初中阶段复数是不存在平方根的 这就像是最早之前人们对于复数的理解存在偏见一样 最早之前人们认为1-3也是一个无解的 你这题出的不对 因为复数有啥意义 到后来才承认它等于-2 所以复数是一直到了17世纪才被人们广泛接受的 就是既然数学是工具 那我就要想办法去表达它 而不是告诉你词路不通 那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一个复数可以开平方呢? 那就得有一个假设 就是约定 约定一个最小的单位就是根号-1 让它等于I 这个I就叫做虚数单位 这就是人为规定的 在物理学当中他也常用J来表示 因为和电流的I怕不好区分嘛 都一样 那当Δ小于0的时候 这个根号下B方-4ac不就等于 提出来一个-1 根号下-1再乘以4ac-b方 它是大于0的 对吧 它是大于0的 所以这样你不就可以计算了吗? 也就是当Δ小于0的时候 也有两个解 是两个非实数解 那问题就来了 这个非实数解是什么鬼呢? 我们看啊 现在所有的实数我都可以用一条线来表示 对吧 这是代表实数R 然后我还有一个虚数单位I 它等于根号-1 那理论上我就可以让每一个实数 都和这个虚数单位相乘啊 所以就能写成AI的形式 其中这个A是属于实数 这个AI就叫做虚数 那你看 虚数它就也对应了一条线 这是0I 这是1I 这是2I 这是-1I 这条线它和这条实数的线 就应该只是相差了一个虚数单位 其他的都一毛一样 对吧 那我们把这条线给它竖起来 这就变成了一个坐标轴啊 所有的实数都在横轴上 我们用RE来表示 所有的虚数都在纵轴上 用IM来表示 那你看两条线这不就构成了一个平面嘛 这个平面我们就叫做负平面 平面上的每一个点就叫做负数 比如说现在这儿有一个点 它到虚轴的投仰这段距离是1 它到实轴的投仰这段距离是I 那这个负数就是1加上I 所以负数的一般写法就是A加上BI 其中这个A叫做实步 这个B呢就叫做虚步 很好理解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当这个A等于0的时候 这个负数就是一个虚数对吧 当这个B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个负数就变成了一个实数 那你看 数的合集又可以拓展了 实数的外边咱们再画一圈 这个大合集就是负数 我们用C来表示 那你说这个实轴和虚轴 它所构成的这个负平面 它是不是连续的呢? 也就是说所有的负数能不能把这个平面填满呢? 就平面上的每一个点都是负数 但是负数能不能把这个平面填满呢? 能 它是连续的 这也是现在数学大厦的基础 和它相关的有一个定理叫做代数基本定理 意思就是一个1元n次的负系数方程 它有切只有n个根 这个n是要大于等于1的 这是数学家高斯给出的定理 并且高斯的医生为这个定理做了4个证明 都是不同的证法 但目的就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证明负数域的连续性 换句话说 这个负数域是代数封闭的 那我们看 负数就是通过一个虚数单位i构造出来的数 对吧 其中这个虚数bi它就是个乘法嘛 这不就是b乘以i嘛 不过在实数当中乘法可是有几何意的 比如说2乘以3 它的几何意是什么 它表示的是边长为2和3的这么一个长方形 它的面积啊 那这个bi它有什么几何意呢? 那比如说咱们就说2i 这个2i和2之间它有什么关系呢? 哎 貌似可以通过我把这个2给它逆时针旋转个90度 然后让它到达2i 也就是逆时针旋转90度 这个操作它就等价于乘以一个i 那咱们来验证一下啊 比如说我把这个2i再给它旋转90度 那也就是2i我再给它乘以一个i 它等于多少呢? 这i方是等于-1的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等于-2 那你看把这个2i旋转过来刚好是-2 还真就对 这几何意义挺逗的 这i就代表了逆时针旋转90度 那我觉得这个还不够一般化 我现在知道了假如说一个实数a 我给它逆时针旋转90度就能够变成a 可是我要想旋转45度呢? 它等于啥呢? 比如说这个实轴上现在有这么一点a 我要给它旋转一个角度 咱也别说是45度了 咱就说假设这个角给它定义为达φ 那这个点它是什么鬼呢? 我们看啊 这个点它到虚轴的距离 是不是就是a的cosφ啊? 它到十轴的距离就是a的sinφ 所以这个点就可以表示为a的cosφ加上sinφ 别忘了啊 这要乘以一个虚数单位i 这就是负数的三角函数表达式 你看负数和三角函数还有如此微妙的关系 这种写法就经常在极坐标当中使用 极坐标是啥呢? 通常我们用的这都叫直角坐标 像这种这都叫直角坐标 就是两个轴相互垂直 极坐标就是有一个点 这个点不叫圆点了 这个点叫极点 然后呢有这么一条射线 在射线上假如说存在这么一点a 然后a点以oa为半径 这么逆时针的旋转这么一个角度 到达a' 然后让你求a'的坐标 你看这不就和刚才咱们的算法是一样的吗? 咱们再看这个负数表达式 你觉不觉得眼熟啊? cosφ加上a'的sinφ 是不是等于e'的iφ啊? 这不就是欧拉公式嘛? 所以负数的第三种写法就是a'的e'的iφ 然后你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儿 就是当这个φ等于π的时候 就是180度 那也就是e'的iπ次方 应该等于cosπ等于-1对吧 然后sinπ就是0 所以加上0 那你看e'的iπ次方加上1等于0 这不就是欧拉横等式嘛 号称最美的公式 这回知道欧拉横等式是怎么来的了吧 那好 关于虚数咱们就先聊到这 我是妈咪叔 一个较真儿的理工男 下期见 拜拜